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发现如果是纯界电值 界电值跟理想导体只有两个界值的时候 它只有一个界面 这个时候电磁波入射全部都反射 所以这个时候只有反射波的振幅是一个未知数 只有一个未知数 所以我们就利用第一区跟第二区的总电厂的切线分量相连续 这一个条件就可以求出反射场的振幅 但是如果这两个区域都是耗损界电值或者是界电值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有反射波有穿射波 那入射波电厂我们当然知道了 那反射波的电厂不知道 它的政府不知道 穿射波的政府也不知道 那两个未知数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用边界条件的话 你就要用到总电厂 每一区的总电厂在界面的切线分量相连续 还有就是磁场在界面的连续条件 因为这个时候两个 你都是界电值 那么也没有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如果都是耗损界电值 那么这个界电值耗损界电值本身里头就有电流 所以这个时候也无所谓的表面电流 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用磁场 总磁场的切线分量 在边界的时候相连续 所以它这个时候就有两个未知数 要有两个方程式 那么多层的话 比如说我们讲过三层 三层界值 三层界值它就有三个 有两个界面 每一个界面都有反射 有穿射 所以一共有四个未知数 四个未知数 那么四个未知数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解连续方程式 这时候还是用电厂的切线分量相连续 磁场的切线分量相连续 不过你连续方程是太多 我们就没有办法 不是没有办法 就很麻烦 要求它的未知数很麻烦 于是我们就另外介绍一个方法 另外介绍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就是应用反射系数 跟坡主抗计算 计算 厂政府 那么等等这个名称我们都会有定义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就说 你现在介绍好多层 对不对 每一层呢 每一层任意区域的电厂跟磁场 我们都可以写成这种形态 有向Z方向传播的 正Z方向传播的 有向负Z方向传播的分量 好 那么这个伽玛呢 就是要用这一层介绍 它的一些参数 我们来求出这个伽玛值 跟这个每一层的参数有关系 那么这个式子呢 我们又可以 又可以把这一项全部都提出来 第一项全部提出来 这怎么有个伽玛一 好 这里分作 我们分作这个 这写伽玛一 没关系 就当作两个界 这第一层介绍好了 其实这个不要写了 等后面就会有层次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要加一二了 就是把第一项全部拿出来 那第一项就变成一咯 那后面这个呢 就是要被第一项全部来除啊 那这个负的在分母 负次方在分母 然后拿上去变二伽玛Z 然后这个呢 就是 入色波的正负 这个一把它去掉好了 这个伽玛一把它去掉好了 这个伽玛一也去掉了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把它写成 前面不动 后面呢 一也造写 这一项我们就令它 叫做γZ γZ的定义就是 就是这个 那么这一层介绍的 向副方向传播的电厂 它的正负 跟朝正方向传播的正负的比值 然后乘上这个 这个呢 我们称它叫做反射系数 你看这个反射系数 跟我们前面学的γ那个 稍微不太一样 它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以前的γ没有写Z 对不对 没有写Z 没有写Z 这边就是不是Z的函数 那么它仅仅是10负 被EO plus来除 就是这个 而这个γ呢 除了这个之外 还多了一个 这个 exponential像 这一项里头有Z 就表示说 这个γ 跟位置有关 你位置不同的话 这γ就不一样了 我们把这个跟前面这个γ 先把它分别清楚 然后你知道这个 第一区的总电厂 第二区的 第一区的总磁场 我们当然也可以知道了 总磁场 你就是把 把这一区都被Δ来除 把这一区的固有阻杠 当分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 你如果把这个EO1 EO- 被Δ来除的话 那就要加个负号 对不对 记住反射波 都这里加个负号 这个E也取掉 这个E也取掉 于是我们这个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我们再把这个 写成1-γz 电厂有了 某一区的电厂有 总电厂有了 某一区的总磁场有了 这个都是位置的函数 都是位置的函数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 这两个比一比 我们假设这个是X偏证 这个是Y偏证 这两个比一比 我们就称它叫做Z Z它就是主抗 因为它是总电厂 总磁场 所以它就是总的场主抗 Total field impedance 好 那么这两个一除呢 这个地方分子都约掉了 就是剩一个 这个分母 然后1加γ over1-γ 这个单位是欧姆 它是这个主抗的单位 然后我们就 因为Z可以用γ来表示 γ就是反射系数 与位置有关 Z呢 是某一个位置的总组抗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式子 重新整理 比如说你把这个 两边都 这个等式的两端 都乘上1-γ 然后再组合 我们 求出γ来 这个γ呢 就可以 用总组抗来求出来 因此我们就知道 你知道这一区的 某一个位置的反射系数 你可以求这个区域的 总组抗 如果你先知道 这个区域的总组抗 某一个位置的总组抗 你就可以求这个区域的 总反射系数 那么这个呢 就是 我们 这要记住 这要记住 好 现在还有一个 一定要记住的就是 假如 我们这一区啊 比如说你看我这个光点 这个边界在这里 这个边界在这里 在这个区域里头 比如说你知道这个边界 旁边的反射系数 反射系数 你知道了 可以这么写 对不对 或者是 你就 从这里 求出来也可以 从这里求也可以 好 那么 这一层 往这边去 同一层里面 向左 就是向负地方向 进行一个距离的时候 这个Z就变了 Z改变 变成Z' Z'的时候 在Z'的反射系数 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符号来 可以用这个来 来求出来 OK 我们可以用 用这个 就说你 Z等于 这是Z' Z' 它就等于Z 这个区域的Z 已知的这个区域的Z 乘上 exponential 这两个就 也就是说 我另外有一个 GammaZ' GammaZ' 它这一项都一样 跟这个一样 后面这个是 2 GammaZ' 因为Gamma也一样 同一区域 所以你把这两个除一除 把GammaZ' 除上Gamma 就是这两个除一除 你再比一比 你把这个拿过去 那Gamma就变成这个东西 就变成这个 是不是 看不见了 我把这个 弄一下 这个教室 我们就知道 你知道同一区域 同一区域的 某一个位置的 反射系数 你就可以求 同一个区域 另外一个位置的 反射系数 这样子 然后到了边界的时候 比如说 这是一个边界 边界的 正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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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 正低边 跟负Z边 它的Gamma系数 不一样 因为这两边 界质不同 Gamma系数 就是反射系数 的质不相同 但是它有一个东西 相同 就是Z要相同 比如说 这个是某一个边界 在Z等于A的地方 A plus就是代表 向 就是正低方向 这一侧 负A A负的就是代表 A的 在负Z方向 这一侧 这两侧的 种族抗 要相等 为什么相等呢 因为这两侧的 电场相等 对不对 电场切线分量 相连续 磁场的切线分量 也相连续 而这个时候 都只是切线方向 那因此呢 电场跟磁场 的比值也是一样 那这个 相连续 也就是说 在边界的地方 种族抗相连续 那么 要记住 反射系数不相连续 这个这是不等 不相连续 OK 有以上的这个 这些定义 我们可以发展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不要像前面那样子 解连续方程式 我们可以从后面倒推 倒推回去 然后一个一个的 一层一层的 戒指 我们把他的 电场跟磁场 都求出来 好 现在我们看 我们看一个例题 OK 例题是说 有一个频率 是一个 MHz 的平面电磁波 正幅是这么多 政府 这100V 它的 Initial phase 是零 Expandant 电磁波 从空气里面 垂直入射于一块 四分之一 波长厚的 塑胶板 像这个 这是一个塑胶板 它的厚度呢 是这个塑胶 电磁波 在这个塑胶板里头的 波长的 四分之一 一个波长的 四分之一 然后电磁波 从拖元在这边 从这边 垂直入射 垂直入射 现在用反射系数 跟总阻抗 我们前面的两个定义 求各区域的 厂政府 好 那么我们现在 怎么做呢 首先 我们就把每一个区域 它的一些参数 电磁波里头 要用到的参数 把它写出来 比如说 ε 固有阻抗 固有阻抗 第一区跟第三区 都是空气 都是空气 所以呢 ε就是μ0 被ε0来除 那么它是120πΩ 那ε2呢 是在塑胶里面 塑胶里面呢 它μ0跟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ε 它是四倍的ε0 那就等于 这个四拿出来 就是二分之一这么多 就是60个πΩ OK 等等我们还会回来看这个图 好 现在再看 还要求的就是它的γ γ1跟γ3 通通在空气里面 空气里面 只有β0 α0等于0 因为空气它是理想的界电值 好 那么我们就把β0带进来 β等于多少 一定要记住 Ω Ω 更号μΩ 带进来 因为它是空气嘛 所以这是μ0 ε0 那么这个就是光速的导数 就是这个导数 然后J J在这里 Ω 这是一个mhz 2πF 所以除一除就变成这个 单位是permeter 你写rading permeter也可以 好 γ2呢 它是在塑胶里面 那塑胶它也是一个理想的界电值 它没有导电的材料在里面 那因此它也只有虚数项 也只有β 没有这个α在里面 好 那你就把这个β2 带进来 那我们发现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两倍的γ1 你把这个乘两倍 就是了 好 这个我们必要的东西先写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 从第三区开始 我们再看看这个图 这是区域3 你看这个区域1 有入射坡 然后它有反射坡 反射坡无穷多项 最后把它合并成为一项 第二区呢 有入射坡 又有反射坡 有入射坡 有入射坡 有反射坡 这都是无穷项 到这里呢 就是只有穿射过去 第二层 穿射到第三层的坡 没有反射了 没有反射哦 第三层没有反射 那现在啊 我们就可以求第三层 边界的这一侧 正D这一侧 就是这里写的 O3这一点 求它的反射系数 这个反射系数呢 因为区域3没有反射 没有反射 没有反射的话呢 那1O3-就要等于0 因为反射系数等于什么 等于 等于负的 等于负的 然后被这个入射坡的正的来除 那现在它 这个等于0嘛 没等于0嘛 所以 我们就可以 从这个等于0了 这个等于0了 好 我们知道 EO3-等于0 然后呢 我们就看这个区域的 反射系数 我们把它 用这个方法求出来 你看 EO3是负的 那EO3- 然后 乘上这个 那 我们看一看 看看前面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 就是这个区域的 反射波 跟这个区域的 入射波的比值 就是刚刚讲 EO3- EO3- 然后这个地方是两倍的 Gamma Z 两倍的Gamma Z 两倍的 Gamma 3 Z呢 就是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 好 你看 这个是Z 这个Z在哪里啊 我们现在定义 这个是0 Z等于0 在这里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四分之一 波长 四分之一 波长 因此我们刚刚 就可以知道 这个地方 就是四分之一的 Lamina 2 OK 好 我们知道 这个反射系数 在这个地方 要等于0啊 因为 这个等于0啊 因为这一项等于0 所以 Gamma 3 在这个边界的地方 靠着第三个界值的 这一侧 Gamma等于0 好 你把这个Gamma 求出来了 Gamma 求出来了 那 我们还要求什么 求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求 反射系数的这个位置 它的 Total Impedance Total Impedance 你知道这个 要求这个 我们就由这个式子来做啊 对不对 这个式子啊 你们刚刚 学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写出来 然后再写这个哦 你不要一下子写这个 这个 马上就写这个 当中这个 没写 因为你 现在学 你可能 目前会很熟悉 但是你经过 比如说 好几个礼拜 到考试的时候 快到考试的时候 你这个式子 记不清楚了 那你看到这个 你就 说怎么来的呢 你要花很多时间 再去 再去 追踪 那我们就 做习题的时候 我们就乖乖的 把这个写好 以后复习起来 比较快 那我们就把 ETA3 ETA3是120π了 然后1加上 这个是0 1减也是0 就得ETA3 所以 这个地方的 Total Impedance 是120π 因为它跟这个地方的 固有主抗相等 好 那你现在 已经求出 求出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反射系数 跟这个位置的 Total Impedance 那你要回 要到这个戒指去了 你现在要来看 这个戒指的反射系数 跟这个戒指的 Total Field Impedance 那 是不是重新再做一遍呢 不是 因为 它跟这个 有关系嘛 对不对 有边界的连续关系嘛 所以这个时候 你知道Gamma 你能不能推算 这个是多少呢 不知道 因为我们刚刚 讲过 在边界的地方 反射系数 相不相连续啊 反射系数不连续 对不对 但是 Total Field Impedance 是相连续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先求 这个区域的 Total Field Impedance 因为 它跟这个区域相等 所以我们就可以 知道 因为 这两个区域 第二区域就是 我们现在要求的 它跟第三区域的 在同一个位置 它的Total Field Impedance 要相等 而这个 刚刚求出来 是等于多少呢 120币欧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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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一区的Total Field Impedance 这一区的Total Field Impedance 知道 那你就可以求它的反射系数 求这一区的 这个 这个Field 我们求出来了 就是Field Impedance 求出来了 然后再求这个地方的 反射系数 那我们就是用到 刚刚我们 所讲的 你知道 Gamma 这是Gamma2 Gamma 然后呢 这是A 就是这个区域的 这个 不是 知道 Impedance 你知道这个区域的 Impedance 就是 Impedance 加Eta2 Impedance 加Eta2 就是等于Gamma 那个 我们刚刚不是讲过 它的公式吗 那你现在把这个值 带进去 它呢 等于三分之一 那现在 你就知道什么 这个地方的 Total Field Impedance 知道这个地方的 反射系数 那 这个边界呢 这个边界的 Total Field Impedance 跟这个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那 我们有没有 学过一个 关系 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 Impedance 知道 Total Impedance 知道 你可以求它 同一个界值 任意一个地方的 Impedance 没有啊 但是Gamma 有啊 所以 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的 反射系数 我们就可以求 同一个区域 另外一个地方的 反射系数 那我们现在就是 求这个地方的 反射系数 所以我们就求 Gamma 2 O 0 0是什么 Z等于0 因为 刚刚那个 二三区域的边界 是Z等于 四分之一 在推前面一个 就是0 那么它就可以有 上一个 第二个界值里面的 这个 这个区域的 反射系数 反射系数 大小 然后Exponential 2 Gamma 2 第二个界值的 跟第二个界值的 传输有关系 0的地方 这是Z' 减Z 这就是Z' 减Z 然后我们就把 这个式子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那你现在 这个 颇长 它没告诉你 多长啊 没有告诉你啊 那你怎么样子 求它呢 我们就用Gamma2 Gamma2 它因为是等于 Jβ2了 Beta是2π over lamina 所以它是J2π over lamina 乘上这个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乘过来 Lamma2就约掉了 这个2跟2乘4跟4约掉了 它就变成 三分之一 这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exponential 负Jπ 那这个正好是等于 负1嘛 所以就是负的三分之一 你把 你把这个第一层 第一界值跟第二层界值 边界的 反射系数 这是靠 第二个界值的反射系数 求出来 那我们就是在同一侧 那我们就是在同一侧 同一侧 它的total field impedance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可以求出来 用这个式子 你知道Gamma 要求Z 就用这个式子 那这个Gamma2 ETA2是60πΩ 我们前面学过 1加 负三分之一 1减掉 负三分之一 就等于 30πΩ 那么 第二个界值 靠近第一个边界 的反射系数 跟总组抗都知道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求 这个边界 在第一个界值 那一侧的反射系数 跟它的总组抗 比如说 我们现在先看总组抗 在这个位置 你知道 现在知道这个了 Z1跟它是相连续 那因此就是30πΩ 你知道Z1 你可以求它的反射系数 用反射 用这个公式算 然后把这个 30πΩ带进去 这个ETA1是120πΩ 带进去 等于负的 五分之三 然后呢 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地方 反射系数是这个了 就是这个位置 Z等于0 那么我们现在 看反射系数的定义 反射系数的定义 现在第一区 就是第一区的反射坡 跟第一区的入射坡 政府的笔值 乘上2γ1z 这是它的定义 那你现在 我们用这个 你知道 Z等于0的地方 γ1知道了 而这个区域的 而这个区域的入射 是 已知 这个我们已知 那就可以用来 这个地方都知道了 那你就可以用来求 第一区的反射坡的总组抗 那这区总组抗 那你就等于这个乘过来 乘过来 不过这要像 那我们现在是利用什么 Z等于0这个位置 Z等于0这个位置 OK 好 那么 这个就变成1了 对不对 γ1 算出来是 负五分之三 你看这个是100个J0度 Volt per meter 就等于负的 60个Volt per meter 你看 第一区的反射坡的政府 我们就求出来了 那我们知道入射坡的政府 又知道反射坡的政府 我们不就可以把这个 第一区的总电厂求出来吗 第一区总电厂等于什么 那我们就是 这是100啊 那这γ1我们也知道了 刚刚求出来了 负Jβ 这是β 然后这个呢 刚刚求了 才求出来 负60Volt per meter 这个 除了变证之外 其他都一样 好 那么这个就是 第一区的电厂的 就是第一区的总电厂 那你知道总电厂 你就可以求它的总磁场 对不对 总磁场 我们知道 第一项就是 这个被β1来除 第二项 你如果直接用这个写的话呢 你千万要记住 这里有个负号 有个负号 有个负号 好 你把这个 这些值 这些值都带进去 那你可以求出是等于这个东西 等于这个值 OK 单位是Ampere per meter 所以我们就把第一区的总电厂跟总磁场 求出来了 好 那么 我们底下就要求第二区的 第二区的 第二区的总电厂跟总磁场 我们怎么求它呢 我们当然要用连续条件 连续条件 就是说第一区总电厂跟第二区的总电厂 在这个边界 Z等于零的地方 它的切线分量要相等 那这是第一区 你把刚刚那个式子 刚刚这个式子 Z等于零带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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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就变成100减60 那就等于40个Volts per meter 这是第二区 在边界Z等于零 这个地方的总电厂 等于这个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求 总电厂知道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是这个东西 振幅 好 那我们就利用总电厂 等于这个乘上1加GammaZ 这个是不是还记得 刚刚才介绍过 那你现在呢 这个不知道 这个东西不知道 好 那我们就求这个 它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走到这个 你把这个除过来 除过来 然后这个 这个也除过来 这个本来在分母应该是 exponential 负Gamma2 0次方 那么拿到分子 就变成正的 那它就变成1了 1 然后这个是40个Volts per meter 这个应该要写 这个应该要把这个Volts per meter写出来 这扩乎40个Volts per meter 你看这有Volts per meter Volts per meter要写出来 然后1加上 负3分之1 就是这个地方的反射系数 等于什么 60 Volts per meter要写出来 这个Volts per meter都漏掉了 这Volts per meter一定要写出来 好 E2知道了 那现在我们要求什么 E2 plus 要求E2 minus 那我们就用什么求呢 用反射系数 因为在这个位置 E2 minus overE2 plus 乘上这个 是等于反射系数 这一层的反射系数 那我们现在就利用 Z等于0这个地方的 指我们已知的带进去 Z等于0的地方 这个是等于0 这个乘过来 在乘上 这个除过来 就变成 负的2伽玛 Z等于0 然后呢 这个是三分之一 Z 伽玛2 这个在 第二个介质 第二个介质 然后这个是 我们看看 前面的 Z 伽玛2 这个 伽玛2 这个是什么地方 Z等于0的 Z等于0的地方 它是等于 这个 好 那现在 我们就利用 这个狮子 就求出 EO2 minus 原来是等于 负的 20个 Volt Perimeter 那我们现在 知道 这个区域的 电厂 的 政府 向 正的一方向 传播的政府 跟向 负的一方向 传播的政府 我们知道了 你就可以把这个坡 写出来 总坡 总电厂 这个区域 总电厂 那就等于 这个60个欧姆 Volt Perimeter 不是60个Volt Perimeter 这个负20个Volt Perimeter 带进来 是等于 这个值 好 你知道 这个地方的 总电厂 你就可以 求这个区域的 什么 总磁场 还是一样 你把这个 ETA2 现在用 ETA2 现在是 第二区 第二区 带进来 然后 好 这个 这是 后面这个 你把它算一算 就变成这个 这是复复得正 这里是正的 好 第二区的 总磁场 也知道了 第二区的 总电厂 也知道了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 求第三区的 电厂跟H厂 第三区的电厂跟H厂 那我们就 从这里看 第二区的总电厂跟总磁场 不是 总电厂 总电厂 跟第三区的总电厂 在Z等于四分之 四分之Lamina2这个地方要相连续 所以我们就求 这个在四分之Lamina2这个边界这个地方的值 那我们就把这个Z等于四分之Lamina带进去 然后Beta1呢 Beta2 Beta2我们就用2Pi over Lamina2带进去 然后画一画以后啊 我们可以得这个东西 可以得 得这个 80Pi OK 你画画看 这个 这个可以变成 这个四分之 你看这个是二分之Pi 对不对 这个也是二分之Pi 二分之Pi 那我们可以把 就是把你把这两个合并以后啊 会等于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就不知道这里算了 你们回去算一下就知道了 这两个 把这个算出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是等于这个东西 好 然后呢 我们就 有E3 第三区 第三区 它的电场本来是这个东西啊 本来是这个东西啊 好 那么我们也在Z等于 四分之Lamina2的地方 这个值我们可以求出来 然后呢 E3 Plus 我们就把这个除过来 把这个除过来 就变成这个 OK 好 那么这个是 这是E3 在四分之Lamina2的地方 其实就是这个值啊 这个是代表它的位置 代表并不是乘个四分之Lamina2 就是E3 第三区的 总电场 在这个位置的值 乘上这个 好 它就等于这个 乘上这个东西 好 所以 现在我们 也把这一区的总电场 求出来了 它就是这个 它没有负的 没有负的 好 那么我们看 因为Beta2 等于两倍的Beta0 我们一开始就 求过这两个值 那么Lamina2呢 等于2Pi over Beta2 它就等于Pi over Lamina0 那因此我们就得E 这EO3了 EO3 这个改成O OK 因为原来那个书上 它是用M来表示 那我这个 忘记把它改过来了 变成EO3 就是这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Lamina2 你看Lamina2求出来了 它是等于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来 最后我们可以把它画成 EO3 等于 这个值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写 第三区 它的总电场 总电场 它没有反射 就是这个 那我们把这个 EO3 带进去 然后这个 Gamma Gamma3 我们刚刚求出来了 一开始求出来 它就是Beta Beta0 然后Z 带进来 它就可以 然后这两项合并 Exponential项合并 就变成这个 好 这是第三区的总电场 然后知道这个总电场 你就可以求它的总时长 你就可以求它的总时长 这个被EO3来除 就可以了 OK 好 注意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这里是用Lamina2表示 那最后的结果呢 我们要把它 不要用Lamina2 Lamina2我们就有 这个地方可以得到 它等于Pi over Beta0 带进去就变成 这样的一个 指数 好